美国之前宣布印太经济架构是三个创始国中 台湾并没有纳入首轮名单 引发各界激烈讨论 看似台湾将再度被拒于门外 彭博报导引用一名知情人士说法 他透露美国正在计划与台湾 展开深化双边经济合作的会谈 这场会谈预计会着重在加强经济合作 还有供应链的弹性上 其中协议内容包括贸易便捷化 以及农产品的交易 将与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有所不同 这名知情人士还强调 协议的要素与印太经济架构关键内容相似 此外对于台湾没有被纳入创始国 他则说虽然美国国会有一个由两党组成的议员团体 表达希望台湾能加入 但考量有成员过担心遭北京报复 因此最后才作罢 对于没有被纳入印太经济架构中 在野党这几日连番炮轰外交部 待外交部澄清 他们在美国发布名单前 都有努力争取各界支持 而外交部也重申 虽然对结果感到遗憾 但不代表台湾被排除在外 未来仍然会与相关部会持续争取加入 并且和美方共同寻求深化双边经贸关系的途径 未来数周 美方会与台湾共寻深化双边关系的具体作为 除此之外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曼谷举办的APEC部长会议上 与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相谈圣欢 他承诺接下来几周会与台湾贸易团队有所联系 并且还要大家拭目以待 似乎早就替合作埋下伏笔 外媒更进一步分析 恐怕将会对北京造成新的挑战 除了与美国频繁交流外 自从总统蔡英文上任后 台湾与欧洲国家关系也在不断升温当中 经济部次长陈正奇出访比例时 与多名欧盟相关人士以及欧洲国会议员展开交流 双方都针对深化经贸关系表达肯定态度 希望能推动更多经贸与供应链合作 面对中国的蛮横打压 台湾如何争取更多国际支持 将会是政府不容忽视的课题 记者翁子俊整理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